我們今天上第四課 我們上一節課 第三課的時候 我們上什麼大家還記得嗎 基本上就是教你們用回圈處理資料 那幾乎不用到過多的函數 那我們在處理資料的過程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要先 預想 我們未來的東西要長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再一格一格把它填進去 這就是處理資料的方法 好 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 是一個也是處理資料 可是是在做一些規則的篩選 我們在做什麼勒 其實我們把資料整理成想要的格式之後 或者是之前 我們其實要做一個驗證規則的設定 為什麼 因為資料常常是錯的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人工在key資料的時候 如果我們key到一個人的年齡是580歲 那這一定是錯的嘛 對不對 我們要設置一些驗證的條件去把它篩選掉 這樣子 所以說錯誤的數據總共有下列六種可能性 那這六種可能性 就是這六種type 基本上 這不需要背或什麼 就是你只要知道說 你在處理數據之前一定要做data的清理 這樣子 好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大家都是公衛所的學生嘛 你們畢業之後有一種工作 就是 CRO公司 他是做臨床試驗 幫藥廠做臨床試驗的 大部分 臨床試驗 CRO公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這個 就是臨床試驗做得很完美 這樣子 做得很完美的過程難免會遇到key印錯誤啊 什麼那些問題 所以說 那個公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統計分析可能是其次啊 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設定這些Rule 避免自己的資料出錯 因為這些資料 在未來經過 在做這個審核要證的時候 這些都會 整個過程都會看清楚 做統計分析是很簡單的事情 好 那我們首先 這是一個 這個檔案是一個已經被整理過的 一個就是 一個資料 那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就是每一個這個 就是一個某某病患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的每一個 每一個生化值的這個value 這跟我們上一節課最後 產生出來的data非常像嘛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以這個data為開始 然後 然後我們把它做一些驗證規則設定 好我們今天要教驗證規則 有簡單的有難的喔 最簡單的就是我們把錯誤的value 挑出來 舉例來說年齡大於130歲的 我們把它挑出來嘛對不對 或者是 呃 舉例來說血壓500的 這太離譜了對不對 這人都死定了 我們把它挑出來 這個都很簡單 我們今天的後半節課會教一些 比較困難的驗證 舉個例子來講 呃 我這邊先跟你們劇透一下 舉個例子來講 像 假設我們規定 假設健保局規定 呃 兩筆資料必須間隔三個月才能再報 這常常有這種規定喔 不然的話你就 每天報一筆 這就報假帳就好了嘛 假設一個人 我三個月只能給付一次 好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就要把三個月內 重複的把它挑出來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 這就是驗證規則有很多喔 我們今天我們先 第一節先教簡單的 後面 兩節我們會教比較難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首先先把檔案讀進來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讀檔 讀檔應該 留著應該都會啦 好不好 應該 如果不會的話再告訴我 那 同樣的就是 呃如果 如果就是你 你的那個電腦是這個 就如果你的電腦不是 Windows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就是File Encoding等於CP950 把它讀進來 好我們把它讀進來 看一下 好這就是我們讀進來的檔案 這個 病患 時間 然後這個EGFR Stage級 然後E死類推繼續下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後面要做什麼事 好首先 我們先來 檢查 日期的格式 好其實你可以檢查任何一個卡倫的格式 這一行就是 檢測 檢測 問一下 Data裡面 Date這個變數 它的 屬性是什麼 對不對 到按下Enter之後 你發現 它是一個Factor 這好像不是我們要的吧 對不對 因為Date這個東西應該是一個日期 屬性日期 雖然我沒有教過日期 向量 這個屬性 但是它實際上在R裡面有喔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需要把它轉換的話 你需要用 這個函數 這一行大家看得懂嗎 這一行的做法就是 我把Data這個變數 把它asData 強迫它轉為 那個Data這個屬性 轉完之後呢 我再把它覆蓋到原來的Data 這個column 這樣可以吧 這個所影函數 一樣也可以用中括號來去表達喔 用前號也是可以的 這樣可以懂齁 我按下Enter之後 我再問一次 它的class 它就會告訴我 這是一個Data 可以齁 我們繼續 那 當變成Data之後 有一個什麼好處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 這邊是一個測試的物件喔 一開始 TestData 等於 這邊是 四個日期 對不對 這四個日期 你注意一下喔 現在我們問它class TestData 它告訴我是文字 對吧 好 那我強迫它轉成Data 有什麼好處 我們來看一下 你是不是發現這裡兩個變成NA 為什麼變成NA 因為很簡單 9月有沒有31號 沒有 對不對 2月有沒有29號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這樣可以吧 所以 Astate這個函數 有什麼好處 在它轉換的過程中 它會幫你去確認 到底有沒有那一天 那一天是不是打錯的 這樣可以懂意思吧 好 所以說 我們 把剛剛的Data這個 變成Astate以後 會有什麼好處咧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新的變數 叫wrongData 它就是 isNA isNA是一個新學到的函數喔 就代表 NA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isNA testData 它告訴我 False true true false 為什麼 因為中間兩個是True 對吧 然後旁邊就是False 所以 isNA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大家可以了解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函數喔 因為 通常會變NA 就代表格式轉換的過程不順利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抓出來 所以我可以命令 wrongData這個column 就是等於isNA Data裡面的Data 所以如果它是True的話 就代表它是錯誤的日期 對吧 我們現在按下Rong 按下Rong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找出 Data裡面 Data WrongData 是等於True的 然後按下Rong 這樣就代表它沒有任何一個Rong被Select出來 所以我們的Data日期都是正確的 這樣可以嗎 可是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ViewFile這裡 好在這裡 5月31號當然是有啦 對不對 我們故意把這一筆改成5月32號 這樣好不好 我故意的 我故意幹這件事情 可以嗎 好按下 儲存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現在這裡是不是5月32號 可以嗎 可以接受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來 重新執行這幾串 欸 為什麼Arrow 好那他覺得 他這樣子 為什麼我第一個 他這樣Arrow 可能第一個不能錯吧 我試一下 我把8月 我把他趕8月32好了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 8月32 這一筆 是被抓出來 這是第二筆 第二筆是錯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可以協助我們 去把錯誤的日期給挑出來 看到我這幾行了嗎 我是不是先把它轉成Date 然後再問他isna在哪裡 最後 看看哪些地方有錯 我就把它抓出來 這樣是不是我就可以 射出一個篩選條件 這是最簡單的喔 注意一下為什麼可以做 這是因為 索引函數可以用True跟False 來當作是這個 就是索引值 這樣可以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把 剛剛規則1的程式碼 稍微整理一下 注意從現在開始 之前我不會強迫大家 開這個就是 就是在這邊開一個Rscript 然後來寫程式 從現在開始 因為你現在做的是驗證規則 對不對 你會希望你的Data 在持續增加的過程 你的這個語法是固定的 可用的 它只要過來 我就會經過一個篩選出去 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我會希望 你把東西存成語法 你要怎麼存呢 你可以先寫一大串之後 像我這個樣子寫 你可以寫 警號就代表註解 警號就代表註解 那接著我就可以寫Rule 1 我Rule 1是在Check Data Format 並且你可以把它儲存下來 儲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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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4 這個叫 這個 呃 Tracker 好 這樣它這裡 是不是就是一個RUN的檔案 這個RUN的檔案 我現在把它清空 我現在直接按Source Source 就是執行這個RUN的檔案 我現在按Source 這個Data 就是已經被我 整理過的Data 你現在看說 Head Data 這邊就有一個 RUN的Data 這個Column 這樣可以了解我在做什麼嗎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寫程式碼了 好 那我們接著可以再檢查一些 就是日期是最難檢查的 因為你們是新學到的 就是 其他東西我們都可以用舊的東西學會 但是日期我們就是 日期就是沒學過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個Rule 第二個Rule我們可以說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疾病 Coronic Clinic Disease 它Stage只有1到5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利用%in% %in% 是不是我們在第二課的時候有教過 前面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所以同樣的 前面的東西是Data裡面的Stage 對不對 Data裡面的Stage長成什麼樣子呢 就是有一堆12345 有時候是NA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12345 然後它有沒有在12345裡面 如果它有6是不是就代表錯了 或它有0是不是就代表錯了 我們可以問它%in%1到5 那這樣子 如果True 是代表它正確 Force就代表它錯誤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可是我們加上一個驚嘆套 它會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把True跟Force反過來 所以說 這樣子按下Run了以後 這個RuleStage 這個RuleStage如果是 錯...正確的 如果是True 就代表它出錯了 對不對 有沒有出錯 我們發現有出錯喔 這邊有好多RoneStage等於True的 對不對 它到底錯在哪裡咧 它其實什麼都沒有錯 它只是NA而已 這樣懂意思嗎 好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做剛剛的事情 我們先做一下這個 連續變相跟這個 連續變相的這個Range範圍 我要怎麼設 來 Rule3 好你看 Data裡面的Rong GFR 接著Rong 鎖影變數對不對 鎖影函數 鎖影函數 鎖影函數裡面什麼咧 GFR大於150 或者是小於0的 我就把它打成True 就是代表我覺得這個 OutOfRange 這樣可以嗎 那 另外 同時再給一行 GFR小於150 並且大於等於0的 我就給它False 所以我希望它的範圍 是介於150到0之間 這樣可以嗎 這一行看得懂我在做什麼嗎 我現在按下Rong了以後 我們現在才要做剛剛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 把這個 有問題的把它列出來 你會發現 欸這些人不是有問題啊 這些人是根本沒有 這些人是根本沒有GFR 這樣可以吧 這些不是有問題 是根本就沒有GFR 所以它是NA 所以我們的規則不能夠這樣設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設比較好 好不好 我們在篩選的時候 如果它是NA 這個是無所謂的啊 對不對 來 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設 剛剛 剛剛是在這裡對不對 Rong GFR 等於True 同時 它不能夠 只是說等於True 等於True的話 它會把NA給我秀出來 所以你同個時間 注意我是End 它 驚嘆號isNA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不是NA的 對 IsNA GFR 這樣子的話我篩出來的 就是真的Out of range 你看Out of range是什麼 是不是 都是超過150的 這些人確實是怪怪的 哪有人勝功能那麼好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我們同時在下條件的時候 需要給下 IsNA 這樣可以嗎 IsNA的 沒有NA的我們才要秀出來 不然的話我會錯殺很多 它有時候missing就missing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練習題好不好 我們這個練習題要做什麼勒 就是 請你隨便選一個生化值 那我這邊 建議啦 就是 呃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一筆Data裡面有哪個生化值 好 這邊有很多嘛 WBC這些 那這些生化值你隨便選一個 然後並且 隨便的給它一個就是 並為它設置這個連續變相的驗證規則 舉例來說我們就 我們所有人都用一樣的好了 舉例來說 MCV MCV 小於80或大於100的 請你把它挑出來 我們覺得它可能有問題 所以我們請你把它挑出來這樣子 那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請大家做 第二個是 請大家檢查 Stage跟 MDRD GFR的關係是否有錯誤 就是 MDRDGFR 這個值如果是90以上 Stage應該是1 60到90 Stage應該是2 30到60 Stage應該是3 15到30 Stage應該是4 15以下 Stage應該是5 所以我們想看看它的 一對一關係有沒有錯誤 這樣知道嗎 所以請你 找出這兩個 請你寫出這兩條路 並且用這樣的格式把它寫下來 繼續打下 Raw4 等於什麼東西這樣子 Raw4 點點點 這樣繼續下去 好 這樣可以齁 然後等於寫完之後 請你把整個檔案輸出 就Write.csv 你就可以把檔案輸出 用Excel打開它 看看它 是不是跟我們想的那樣子 讓我們可以很簡單 在Excel上面找到哪些地方有錯 哪些地方沒有錯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 這樣的練習題 好不好 先把螢幕黃給你們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正確的做法要怎麼做 這個 我們現在第一個 我們選說 MCV大於100或小於80的 要把它挑出來 對不對 這個 我們就直接複製上面 Ra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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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這個Data裡面的 M.C.V 大於100 或者是 小於80 我們就把它挑出來 這樣可以吧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 這件事沒有很難吧 可以了解嗎 這件事沒有很難啊 所以這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MCV把它挑出來了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Data 是不是產生了ROMMCV這個變數 然後這些剛好都是符合條件的嗎 同樣的我們可不可以把 ROMMCV有問題的把它挑出來 可以喔 跟大家看一下怎麼做 ROM Data裡面的 ROMMCV 等於等於True 同時 is.na Data ROMMCV 我們這個要用金灘號 這樣是不是找到了MCV有問題的 MCV 這個60幾這個看起來有點太低了 這個人大概都死掉了 不過MCV呢 就是 其實80並不會死人 80以下很危險 但是並不會死人 所以我這邊標準是設的比較嚴格 不過無所謂啦 你們只要知道怎麼設置驗證規則就好了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個練習題 第二個練習題是檢查Stage跟MDRD GFR的關係 這件事情齁 這件事情比較難一點 這件事情要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首先我要先產生一個新的Stage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NewStage Data裡面的NewStage 然後它裡面是什麼呢 Data裡面的MDRD GFR 它如果大於90 我們就令它是True 欸令它是1 這樣可以吧 欸這樣子 這裡我們可以指定任何一個 我們可以指定True跟False 我們也可以指定1啊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我們再來一個 那如果 它 大於60 但是 它 小於等於 這個 小於等於90 這樣我們可以令它是2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 大於30 小於等於 60 我們可以令它是3 大於15 小於等於 30 我們可以令它是4 小於等於15 小於等於15 我們可以令它是5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產生了NewStage 這個 這個Column 看一下喔 Head 好這裡是不是產生了NewStage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不是4 是嗎對不對 這個 欸就會標成3了對吧 那我們就可以比較NewStage 跟Stage 到底有沒有差別 所以我們就可以 再產生一個Column Data裡面的 RoneStage 它是 是不是 如果 Data裡面的 NewStage 它等於等於 Data裡面的Stage 那相等的話就代表是 沒有錯嘛 所以沒有錯就是False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它們不相等 那這裡是不是可以給True 好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找出了 Stage是錯誤的 Stage錯誤的到底在哪裡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要怎麼把檔案寫出來呢 一樣我可以Write.csv tttt 啊 點CSV 同樣的 Rone's False 好我把它寫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好 好這樣你就建構了一個檔案 讀進去然後再寫出來一個整個過程 那有這個過程有什麼好處呢 你現在就可以看到 舉例來說這一筆資料對不對 我現在就可以用Excel的篩選方式 啊我把 舉例來說我把這個是 好我就可以把True的篩選出來 這樣我就知道哪些地方有錯了嘛 我就可以一筆一筆看 這樣知道嗎 這裡有沒有 喔這裡也有錯的 那我們把True的篩選出來好了 看一下 這是什麼 15 15應該是5了啦 他還是這邊寫4 他有一些可能就打錯了這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啊這些剩下都是 都全部都是False了 好所以 為什麼我們 從第二節課開始 不斷的教你們資料處理 就是以後你們資料 其實可以 像這種大量繁瑣的事情 其實你們沒有必要一筆一筆檢查 你們可以把程式碼寫好了 然後以後有了新的資料 就請R執行他的語法 讀進來寫出去 然後就可以把新檔案拿出來 看看哪些地方錯了 然後把它篩選出來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就是建構我們的 自己的資料處理流程的一個方法 這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要到第二節了 第一節的這個部分 它相較之下比較簡單 如果還不是很熟悉 沒有關係 就回去看影片的時候 再努力看一下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節的部分 現在我們 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事情 我們剛剛說到 同一個人 每三個月才能申報一次 有的人太密集了 我們想要把它挑出來 這什麼意思勒 就是 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 明明我們就規定三個月才能申報一次 但是 他就是 就也許他 就是看診也不是那麼規律 那可能 醫院在上傳的時候 就直接把它上傳了 這樣子 那假設你現在想一下 假設你現在是健保局 你要踢退別人 你是不是要設置一些條件 他如果 兩個月 我們要做 我們上節課說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這樣對不對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 假設我們現在手上 有1000個病人好了 然後我們都想看看 這1000個人 是否 每一個人 如果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講 我們就想要看他的日期間隔 是否都大於三個月 對吧 那 如果你現在有了這個idea之後 你就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的目標是一個 邏輯向量 填入處跟force 但是長度呢 就是病人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是我們 你要知道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要做一個想像喔 我們現在挑出哪些病人有問題嗎 那我們就要 先產生一個 全部都填force也無所謂 一個邏輯向量 最開始就是病人數 長度就是病人數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我們來要怎麼 病人數要怎麼產生 病人數要怎麼樣 產生出來 還記得嗎 病患是不是 我現在把這些入口都刪掉喔 病患是不是 這一個 這個 patient這一個 這一個 變相 我們再來看一次 這是不是patient的編號 這是不是patient的編號 我要怎麼知道 總共有幾個病人 我們是不是 可以先把它 轉成factor 再levels 這樣我們就會產生 總共有幾個病人 levels patient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lens 我們就可以 達到n.patient 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 全部執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總共有2309個patient 可以接受喔 好 有了這個idea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一個空的向量 空的向量 這個空的向量 是x等於repeat na 然後幾次 這是產生空向量的時候的一個程式碼 repeat na幾次 這樣可以吧 上一節課我們有學過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一筆一筆檢查了 我們要怎麼一筆一筆檢查 我們可以透過回圈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要怎麼做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鐵定就是先把第一個人的資料叫出來嘛 然後看第一個人的資料有沒有問題 然後接著 再請回圈座 把第二個人的資料抓出來 要怎麼把第一個人的資料抓出來咧 我們可以透過 i等於1 那我們先找出data裡面 datapatient等於等於 levelspatient 第一個levelpatient人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subdata i等於1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人 這是第一個人對不對 第一個人 他的三天分別是2006年5月 2016年6月 2010年7月 所以這一個人是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這兩個時間間隔太近了 這個隔那麼久當然就ok 但這兩個真的間隔太近了 對不對 這個 我必須要把它挑出來 好我要怎麼把它挑出來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是什麼 其實其他的欄位我都不用看對不對 目前我不用看其他的欄位 目前我只要看data這個欄位對不對 我要怎麼把date這個欄位再選出來 我是不是可以用縮影函數 來我們來看一下 subdata 裡面的date 這是不是我的 date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 我是不是 我現在要檢查他 我現在要檢查他們的間隔 是否有任何一筆大於 大於這個 90嗎 是否有任何一筆小於90 這樣可以嗎 那我要怎麼檢查 我是不是 這邊總共有三個數碼 我是不是就要檢查兩個 我是不是要檢查 把這個 這個檢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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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要做一個 我剛剛已經做i回圈了 我是不是要再做一個j回圈 長度為2的j回圈 那這個長度是多少咧 首先我是不是要把總共有幾筆date把它抓出來 我問他 現在我總共有幾筆date 現在在subdata裡面 總共有幾筆date 他是不是告訴我三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接著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如果ndate大於1 我們把它看一下喔 如果ndate大於1的話 因為只要超過兩筆 兩筆以上 我才有辦法做相減 對不對 那我就產生一個空的向量 這個dif這個向量 等於repeat na ndate減1次 所以這樣子是 這樣子產生的向量長度是多少 是2對不對 這個dif 長度是2 現在有兩個na對不對 然後我的k 我就現在產生了k回圈 這個k就從1 做到date n-1 然後 dif dk的dif 就等於 k加1個date 減掉 這個 減掉這個 dk的dat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了解有在做什麼嗎 這個 k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第二筆date 減掉第一筆date k等於2的時候 就是第三筆 減掉第二筆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把它填入第一個 第二個dif 這樣 好 你現在這樣直接做的時候 其實不行的啊 因為你現在 在你做之前 你需要先把 date 改成 你需要先把這個date 改成這個 Astate 這樣才有辦法 這樣才有辦法 進行這個 就是這個 日期的減法 我們全部執行一次 你看一下dif 現在長什麼樣子 欸 居然不行 等一下喔 我來看一下問題出來 因為我n點 欸 欸 我在這裡出錯了 欸 我的date 喔喔這裡這裡這裡 我這裡 應該是date 好我們繼續 全部執行一次 好你們看到了 381493 這是日期 這是差幾天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dif這個值 顯然它 有 低於90的存在 對不對 有低於90的存在 我怎麼檢查咧 欸很簡單啊 我就dif 小於90 它是不是就會告訴我 喔它有true 跟false 這樣可以吧 那 只要有true 只要有true 是不是就代表 這個人有問題了 我要怎麼檢查 這個項量裡面有沒有true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true percent in percent dif 小於90 true有沒有出現在 後面這一串 向量 如果有的話 代表這個人有問題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如果沒有 是不是代表這個人 沒有問題 就來說 它是否有小於30的 false 欸欸 dif沒有小於30的啊 為什麼會 false 喔 我可能要括號 好 false這樣可以嗎 小於90 就有啦 這樣可以接收 所以 percent in percent 這個函數 是不是用處蠻多的 不斷的 我可以檢查 後面有沒有什麼 這樣可以齁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 欸其實這一大串 這一大串 其實可以把它整合成 叫diff 這個函數 diff這個函數 它可以直接做出跟剛剛這個一模一樣 就可以直接做出回圈 這邊做的所有事情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知道嗎 我現在這邊秀出回圈的範例 只是想要告訴你說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函數可以用 沒有關係 你就用回圈做嘛 只是做的慢而已 但我們至少目前都做得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用dif來取代 這裡我們可以取代成diff這個函數 diff這個函數就是 不斷的後檢前後檢前後檢前 然後把它秀出來 所以這樣我們得到diff的結果 dif的結果是一樣的喔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剛剛講的 那個true percent in percent 然後那個小於90的項量那個方法 就是這個方法 Check 我們在這裡加上check dif等於小於90 我們這樣check這個 是不是就一個true跟false的一個 這個向量 邏輯向量 然後我們只要問他 在這裡 true是不是percent in percent percent in percent percent in percent check 如果是的話 就代表有問題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它填入 x向量 di一個 這個 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就寫完了 這樣可以接受 di一個x 就等於true percent in percent check 在這裡 可以接受齁 好其實這邊不用 if else 因為 如果 如果他 ndat大於1 等於1的話 那他就一定是false 這樣可以接受齁 所以如果 ndat大於1的話 我就做這樣 else di一個x 就一定等於false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只有一筆 那絕對不會違法爾的規則 對不對 他只上傳一筆 那他絕對沒有三個月內 這個問題 對齁 可以這樣可以接受齁 所以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把回圈做完了 我把回圈做完了以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for 函數把它包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包 i等於1這裡 for i in 1到多少 n.patient 可以接受嗎 我把下面這一大串 把它貼上來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全部執行完了 我全部執行完了以後 注意他正在跑喔 他在跑一陣子喔 跑完之後 欸這個跑得也太久了 好我們這個x true就代表這個人違反的規則 false就代表沒有違反 那我要怎麼看看是哪一個人違反的規則咧 我是不是可以用索影函數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函數 因為剛剛我是 這個跟levels patient 是一對一對應的嘛 我這樣就可以看出 這一些人有問題 1號有問題 2號有問題 3號有問題 我們現在把7號抓出來看 他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好不好 等於等於7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這個就間隔太近了嘛 對不對 這個人果然有問題 這樣可以嘛 那剛剛10號是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10號是不是真的沒有 10號只有一筆 所以他當然沒有問題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是不是可以 很有效率的把哪些人 出現間隔過短的情形 把它抓出來 看起來很多對不對 我要怎麼樣把它放到excel裡面 因為我要放到excel裡面 我才好用嘛 對不對 好 怎麼用呢 是不是我們可以用 又可以用這一招了 就是percent in percent wrong data interval 等於 這個data patient 裡面是否 有出現在後面的 有出現的就告訴我是true 沒有的就代表是false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不是就是所有病人的編號 這個編號有出現在後面的 就代表他的問題對不對 沒有出現就代表他是false 所以我按下這個run之後 我現在的data 是不是 有true的就代表錯了 false的就代表是對的 我們現在把 這些人是不是就是乾淨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日期 你看 這個人有好多筆對不對 但他每一筆間隔都超過三個月 這個人非常的標準 1222這個人非常的標準 這樣可以嗎 1854這個人也是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透過這種方法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有問題的人標出來 沒有問題的人把它留下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現在 基本上就是 呃 我們已經示範了 要怎麼用這個回圈來檢查 比較複雜的驗證規則 這個還不是很複雜 但是 我們等下一節會做一個更複雜的 好 但是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 一邊做我會一邊給你們提示 就是 我們現在啊 已經 剛剛這串程式嘛 如果你有了解我是怎麼做的話 它的確可以做到抓出 抓出 間隔時間太短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 剛剛 這邊 是不是算出了 我們這邊這一格 是不是算出了 它間隔幾天 對吧 那我們現在想說啊 如果一個月 變化超過2 就是這個GFR MDRD GFR 是病人的腎功能指標 這個腎功能指標 通常變化不會太劇烈 太劇烈的通常是有問題的 所以 我會希望 把變化超過 一個月變化超過2的 平均超過2的 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也就是說換個講法 你可以based on這個回圈 based on這個回圈 based on這個回圈 在計算出 天數的difference的時候 也把GFR的difference算出來 並且把GFR的difference 除以天數 然後 它的斜率如果超過某一個數 就代表有問題嘛 對不對 那你把這樣子的 有問題的人把它抓出來 好不好 然後做一件事情 如果 因為你現在 剛剛你們發現 我剛剛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都是要等的 可是我不知道等多久 所以你可以用 tab txt progress bar 這一個 函數來看看 要怎麼把它放入 進度bar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這樣放 在復活圈的外面 pb等於txt progress bar max等於n.patient 這個max跟下面這個 復活圈的這個是要完全對應的 並且 斗點 style 等於3 好我們在這裡 在回圈的最後 我們加上 set txt progress bar pb i 這樣什麼呢 請把pb填進去 i這個數字 i就是跟著我們跑的嘛 對不對 好 有了這個idea之後 我再按一次sauce 你會看到 它現在是不是有進度條了 有進度條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隨時可以知道 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我還要等多久 這樣懂意思嗎 好所以就請你 based on這個 把 GFR 變化太劇烈的 把它抓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開始做練習題 好我們來做一個劇透啊 劇透 就是 我們現在 我不是叫你們根據這個改嗎 那根據這個改非常的困難 幾乎不可能改得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要先把回圈拆掉 為什麼要把回圈先拆掉 因為在回圈裡面我們是 在回圈裡面我們是 在回圈裡面我們是 不太好寫 沒有辦法一個一個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回圈拆掉 然後先趕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同樣的 我現在做出 我現在全部run了以後 現在這個subdata 是不是就是 data跟gfr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現在這個diff 這樣剪下去之後 這個是不是 這是不是 天數 這是天數嘛 可以接受嗎 那我要怎麼產生 gfr的 那個斜率 我是不是要先算出他的dif 他的dif 怎麼算 dif.gfr 等於diff subdata 裡面的 gfr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我按一下run以後 -3-5 對吧 可以接受-3-5 複3-5 那-3-5 我是不是可以拿來 做一個相處 這一個除與dif 除出來是什麼 欸 沒辦法除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就是我要跟你們 第一個提示 為什麼不能除 這個Arrow訊息是什麼意思 他說 我沒有辦法除以一個叫做DiffTime的Object 這是什麼意思咧 我們來看Class 這是Numeric對吧 這是DiffTime 這兩個是沒有辦法相處的 那要怎麼解決 我們把DiffTime 強迫它改成Numeric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喔 這個是我要給你們第一個提示 這樣子是不是就算出了 日邪率 這是日邪率不是月邪率喔 這是日邪率 日邪率怎麼換成月邪率 乘以30 這樣可以吧 乘以30就是月邪率囉 所以這個就是Slope 等於這個 好 我們based on這個繼續好不好 我們based on這個現在這個樣子繼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算出Slope之後要怎麼解決啦 算出Slope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找出它是否 絕對值大於2 對不對 絕對值我們沒有交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請問一下絕對值要怎麼做 我要怎麼求絕對值 求一個東西的絕對值 沒有人有idea 欸 平方大於4 欸 平方大於4不錯 適合或者平方在開根號嘛 對不對 這個idea不錯 所以我們可以令Slope Slope 的平方 它是否大於4 它如果大於4就是有問題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欸 我們把它放在Check這裡 這樣是不是Check如果處就是有問題 Force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就解決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 我們來按 我們把那個4回圈再把它加回來 4 i in1到 n.patient 欸 我聽到有人這樣說 我覺得非常高興 欸 等一下那個 等一下黑板上寫個名字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幫你加個1分好不好 總成績加個1分 你居然會 這個 這個現在就是感覺比較有寫程式的感覺 就是你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是有其他的手錄選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 啊 我忘了加那個進度吧 不過這個很快啦 這個不用很久就可以做完了 好 這樣子的話 喔 這個 我這個名字應該要換一個啦 不過無所謂啦 就這樣了 所以像這個就是斜率有點太陡了 斜率太陡都會被我抓出來 剩下的都是很平緩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在做絕對值的時候 除了平方大於4 還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做的 首先我先跟你們講 在R裡面函數要求絕對值的話 是ABS ABS這個函數 Slope ABS這個函數 就是取絕對值 Epsolut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ABS就是取絕對值 那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咧 事實上還有 我可以問他Slope 他小於-2 或者是Slope 大於2 我就把它挑出來嘛 我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用兩個條件的結合 把這裡 把這裡 處理掉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剛剛這個 ABS應該是大於2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或者是 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好所以同樣的 在這裡 我們有非常多的條件 可以去設置 這樣可以齁 好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找出 欸這個 斜率太陡的 那我們把它Write出去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把它寫出 我們把它寫出去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那些 就是那些斜率很平穩的 是不是真的都很平穩 篩選 好我們只要FORCE的嘛 對不對 我們對FORCE的比較有興趣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人是不是變化都很平穩 好你看這個經過好幾年 才變動一點點嘛 對不對 這個15號這個人經過好幾年 才變動一點點 1222這個人 他幾乎都在40幾上下波動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他是不是都很平穩 這些人是不是代表著 依照我們的idea 就是控制的很好 他變化沒有很大 沒有急性的這個突然這個突然這樣的變化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就來幹這件事情 這個人是慢慢從25變到喜勝的 但他經過了三年嘛 所以我們覺得他可能還算符合標準 這樣可以接受 好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做這個回圈的時候的做法 好我們現在來做另外一個 好我們現在進入第三節喔 這一節齁我已經不期待你們練習題可以做得出來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上完給你們一點點時間 我們就公佈答案好了 那今天就是 反正就今天我看提早下課好了 就是 基本上按照你們現在的狀況 你們練習題是幾乎不可能做得出來的 那個 等一下那個 呃 就是 你們之後要複習的時候就看影片做就可以了 啊 反正你們要知道一件事 反正下一節課跟這一節課的內容完全沒有繼承 下一節課 就是我們 我們的那個課程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課程好了 這樣比較容易了解 再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的課程這裡是不是有分成 這個資料處理1 資料處理2 資料處理3 數據分析1 這個 每一個像這樣資料處理三個 這樣一個block 是有繼承關係的 2不會 3不可能會 數據分析同樣也是 這三個block是有繼承關係 但是他們本身是沒有 沒有關係的 本身沒有繼承 所以說 呃 下一節課的開始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前面學的不是很會沒有關係 這樣子 那 回過頭過個一個月之後再回頭看 你會發現很簡單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健保局的話 你發現 日期有問題的人實在太多了 那我可不可以自動一點 我自動怎麼自動呢 就是假設 你現在有這個 假設你現在有一個 123個人 他的日期 欸 這個間隔一個月就爆了對不對 那我就把這筆給刪了 可是這筆刪了的話 這一筆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為間隔超過一個月嘛 對不對 間隔超過三個月 所以這一筆可以接受對不對 那接著我是不是就要把這筆刪了 這筆刪了以後 3月跟1 看起來還是太短 我這筆也要刪掉 你要6再跟1去比 這個時候又可以了對不對 所以我這筆又發了 所以我要比這筆跟上一筆比 這樣懂嗎 這個規則是不是聽起來就很複雜 因為隨著我一筆一筆在檢查的過程中 我要相剪的那筆會一直改 對不對 是我上一筆發錢的日期 這樣懂意思嗎 你們有聽懂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這個人工檢查的話 是不是就是不斷在檢查 我這一筆刪了這個就是減他 那這個要跟誰比呢 這個要跟這一個比 不是要跟這一個比 對吧 可以接受齁 所以這個複雜起來了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好不好 有沒有感覺是複雜的啊 可以齁 可以有感覺到是很複雜的齁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從頭 我們現在清空再做一次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設置 ROM DATA INTERVAL 等於NA 我們到時候一格一格來填 這樣可以吧 好 一格一格來填 然後 我們現在I等123 我們先做嘛 I等123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 I等123 然後這一個是不是 這是一個SUB DATA I等123 這是一個SUB DATA 這個 顯然 這個顯然有點問題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齁 這個 這一筆跟他 這一筆要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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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 在我們現在的規則中 第一筆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 兩個 注意喔 注意我這裡用了什麼 兩個連續的索引符號 索引符號可以一直連續用喔 不見得只能用一筆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把第一筆這樣填進去的話 這裡面的 這一個 這一個patient 的 wrong data interval 裡面的第一筆 我們先把它填入FALSE 這樣可以嗎 我填入FALSE之後 我再看一次這筆DATA 剛剛全部都是NA 對不對 現在這裡是不是被填入了FALSE 這樣可以這樣 所以索引函數可以連續用喔 這件事情很重要 好不好 因為 這樣子 現在這個1又是一個相對位置嘛 就不是絕對位置了嘛 對不對 我先用這個 索引函數來做定位 定位完以後 我再用一個 這個的相對位置來做定位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要檢查一遍嘛 那這樣子相對位置 我一定要有相對位置的概念 我才有辦法用這個 雙重索引函數 這樣比較簡單 好那繼續 那第二筆開始咧 那我們就K等於2開始嘛 好 K等於2開始 我們先把 K等於2開始我們可以先把這個 呃 這個 這個Patient的 並且它 Date Interval是False的 為什麼 因為是False的代表是 這一筆我要給錢嘛 對不對 然後 它不可以是NA喔 它要False而且不可以是NA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False的 Date 把它抓出來 現在就是2006年8月6號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我們把False的Date裡面的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怎麼做咧 就是False的Date它以後如果有兩筆 那我就是Lens FalseDate 當索引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長度為2的時候 Lens FalseDate就是第二筆 對不對 長度為3的時候就是第三筆 所以這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 最後一筆的Date 這樣可以看出來嗎 這就是最後一筆的Date 現在你只有一筆的時候 你看不出來 等一下我們多執行幾次你就知道了 好 接著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當前DK的Date 減掉Lens的Date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Dif 看到了嗎 這是 某一個人的Date 對不對 某一個人Date 的DK比 這樣我減完之後 是不是得到了一個Dif 告訴我是44天 44天是不是太短了 我是不是要把它刪掉 所以他DK一個人的 DK比的RomDate 就等於Dif 小於90 如果小於90就填True 就代表這個人不行 對不對 大於90他就填上False 代表這個人可以 這一筆可以 那現在我們再看一次 這一筆資料 看到了嗎 這個是不是被填True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接受 好我們一筆一筆做 我們現在做回圈之前 我們先一筆一筆做好不好 我們故意再做一次K等於3 我們把這裡貼下來 我們把K等於3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次好不好 這個是不是又是False了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Lens的Date 是2006年的826號 對不對 然後他相減之後 當然就發現他間隔了很多天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好K等於4 我們再做一次 一行行執行 FalseDate 現在是不是有兩筆 現在是不是有兩筆 這樣可以嗎 那LensDate呢 LensDate就是最後一筆 這樣可以吧 那他相減的時候 是不是 就去減掉LensDate 相減 那他Difference呢 40天 不夠對不對 不夠這樣子我做完 欸是不是True又填下去了 這筆不行 那是不是有5 5也是True對不對 6就OK了對不對 6跟這個減是不是就OK了 這樣可以吧 我們再做一次6 我們看我們LensDate 還是1月1月 因為我們1月才有發錢嘛對不對 3月2月都沒有發錢 Difference減下去之後 看到了嗎 又出現False了 看到了嗎 又出現False了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把K包成一個回圈 K包成一個什麼回圈呢 K是不是要從第二筆開始做 False K贏2開始做 第一筆不用做嘛 第一筆一定是False對吧 2到多少 2到多少 2到Undate 這樣可以嗎 Undate要怎麼 Undate要怎麼求 Undate可以這樣做 Undate可以這樣做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False了 把下面這一坨全部都包上來 好 但是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 If N.Date 等於等於1 是不是代表 他只有一筆 一筆是不是不用做回圈 一筆是不是 一筆不用做回 喔 所以我這邊應該是 他如果大於1我才會做回圈 他如果小於1我就不用做回圈 他如果小於1我就不用做回圈 好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包放上來 這樣I等於121 123的時候我這樣做 大家看好我做完喔 我做完的話現在 I等於123這一串 好是不是 這一些False的就是要給錢 剩下的就是不給 那如果I我估一個I等於1好了 我再做完 這一筆不給錢 這兩筆給錢 對吧 這個規則是不是 完全跟我想的一樣 所以現在我要怎麼做勒 我現在把I包成一個I回圈嘛 對不對 4 I贏1到多少 N.patient 對不對 然後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以後 我是不是可以做出那個進度吧 進度吧怎麼做 PB等於TXT Progress bar Max 等於N.patient Style 等於3 Set TXT Progress bar PBI 這樣可以嗎 好我現在按Source 執行 哇他執行這麽久啊 好這個過程確實是比較久一點啦 因為他一個人一個人每一筆每一筆檢查嘛 對不對 所以他做起來會比較慢 可是是做得完的 這樣知道吧 因為 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等就可以做完了嗎 兩千多個病人的資料 我用回圈一筆一筆幫他檢查 剩下就是要付錢的 對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這個整個過程 好 在我等的時間齁 我們當然現在就是要做練習題 可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練習題你們應該今天做不出來了 練習題等一下我們公佈答案 但是請你先把我們剛剛做的這個過程 就這一串 請你把它寫成一個語法 當然你可以直接抄這裡啊 你可以直接抄這裡 但是你還要加上讀檔的部分嘛 對不對 請你直接抄這裡也OK 請你開始做 至少讓他回圈開始跑 這樣可以把進度跟他開始跳 好 那我們先做 我們先花大概 5到10分鐘的事情 讓我們先到這一步 然後我們再來公佈練習3的答案 好不好 先這樣 好我們剛剛 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現在 講一件事情 就是 短時間內 GFR我們剛剛練習2的時候 是不是把 GFR變化太快的人把它挑出來 那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現在把 短時間內 GFR劇烈變化的 比數把它挑出來 不是以人為BASS 是以比數為BASS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同樣的 可以把這個回圈做一個修改 那做這個回圈的修改的時候 我們剛剛的經驗是什麼 請你一開始不要用回圈來修改 因為你沒有那麼厲害嘛 對不對 所以請你一樣 先設一個翻例 把它從回圈裡面拿出來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拿 好看著喔 我現在把它清空喔 再一次 然後 I我們是不是可以先令 I等於123 I等於 我們剛剛是用123當例子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 做完這一個以後 RUN 好 好那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的GFR 這個病人是不是 Difference 在除以GFR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短時間內 劇烈變化的人給挑出來了 好可是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我們剛剛是不是 已經學會了 Difference GFR這個東西了 我們現在不要叫 RUN Data Interval RUN GFR Slope 等於NA 好 那我們現在 第一筆絕對不會有問題嘛 對不對 接著我們想要把 這個 呃 同樣的把它 我們這邊 這邊其實不用N Date 好不好 這邊其實就是 我們這邊也是N Date 好了 如果N Date大於1 才要做事嘛 對不對 N Date大於1 其實下面的東西我們不需要用 我們只要用什麼咧 DIFF DIF DATE 等於什麼 DIFF Dif這個函數 剛剛已經學過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把這個病人的 Date 把它抓出來 這個病人的Date 是不是就是 44 105 44 這樣依此類推 這樣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欸 不好意思喔 這個 呃 應該 應該 應該還是要 我們不能把剛剛那個貼壞 我剛剛弄錯了 好 這個 我們是不是 我們同樣就是住院那筆要刪掉嘛 所以我們把住院刪掉之後 我們要除的那個值 是不是又變成之前那個值了 就是門診的那幾天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住院的 我們首先從第二筆開始做 第二筆開始做我們來看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先把 上一筆 上一筆正常的GFR的Date把它抓出來 False的Date把它抓出來 欸我再重新執行一次 好然後 K等於2 K等於2 我們先做 我們這裡一樣把K回圈把它拆出來 K等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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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做 K等於2 這個FalseDate 是不是就是代表是正確的日期 這個LateState 是不是代表最後一筆正確的日期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是不是一樣可以把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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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R 把它抓出來 前面完全一樣 只有這裡我們要改成MDRD MDRD GFR對不對 這個代表是正確正常的GFR 然後接著我們一樣可以把 LateSt GFR 把它抓出來 False False GFR 然後 所以函數 LateSt False GFR 好 這樣我是不是有一個LateSt GFR 跟LateSt DATE 對不對 那 當前的 DATE 是不是這一筆 這是當前的DATE 對不對 當前的DATE 減掉 最後一筆DATE 這是不是 DIF 點 DATE 這樣可以吧 這是DIF.DATE 喔 這個就是 DIF.DATE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再寫出 DIF.GFR 等於 當前的 DK 比 GFR MDRD GFR 減掉 最後一筆GFR 這樣我是不是又算出了 當前的 DF GFR 這樣可以嗎 那我DF GFR 是不是 同樣的可以拿來除以 DIF.DATE 不能除為什麽 因為這個要as numeric 這樣可以嗎 這個東西 乘以30 如果 大於 如果這個東西除以30 的絕對值 我絕對值 現在可以用ABS 但是 同樣的你可以用 它的平方 是否大於4 如果這一筆 它 大於2 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條件放到這裡來 然後把這個值 改成 ROM GFR slope 這樣可以接受 那我K等於2做完之後 你看 FORCE FORCE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K等於3 K等於3 可以再做一次 好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slope就沒有問題 好 透過這種方式 我就可以把這一串 包到我的K回圈裡面來 然後我就可以做了 對不對 123這個人我就可以做完了 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結果 這個人 在這一天 變化有點劇烈 這個變化劇烈 我們要把他的GFR拿出來看 這樣才準 這個的確變化得有點劇烈 對不對 他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就下降超過了2 這樣可以嗎 那這一筆呢 幾天就下降了3 所以這兩天是不是有點問題 品質有問題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說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i等123 這一個回圈 把它包成i回圈 我把這邊全部 貼到剛剛的i回圈裡面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完了 好 這樣做完之後 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檔案 把這個檔案給寫出去 把這個檔案給寫出去 我們就可以用Excel 很快速的把這個 就是 很快速的把這個 就是 有問題的 住院的筆數把它挑出來 我們懷疑他住院的 我們把它挑出來 這樣子 那 健保局就 如果你是健保局的話 你就會懷疑說 這幾個看起來像住院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回寄給醫院 然後請他解釋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這樣知道嗎 我跟你們講 你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你們未來 不管你們是醫院 你們在 要面對 例如說你們是負責 健保身份 名診處 那些地方 或者是你們在健保局 你們要負責集合 這些路由 就是到時候你們要寫的 這樣知道嗎 你們絕對不可能用手工作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今天課 等一下我們這邊 跑完之後 我們做一個 簡單的 我把Excel 打開來給你們看 我們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我們資料處理的部分 就已經結束了 我們資料處理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我們前面四節課 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第一個 資料讀入寫出 接下來資料清理 簡單的資料合併 這就是merge 對不對 那 利用回圈做大量重複的事情 上節課跟J節課 我們都不斷在使用回圈 對不對 然後還有 你要使用回圈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 你未來的東西是要長成什麼樣子 你才有辦法做 對不對 然後還有驗證規則的設定 好 所以說啊 這個我們的資料處理的課程 系列課程已經結束了 我們使用不到20個函數 就可以把幾乎所有的這個 幾乎所有的這個問題都把它解決了 這樣可以這樣知道 這樣了解吧 好 那我們 我們的目標 我們之後的目標 就是 我們要學會這個 就是統計分析的功能 那在將來 那在將來 就是其實上半學期結束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一個 data 然後 那個 data 比數一筆一筆增加都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把資料整理加統計分析 全部寫在一個語法裡面 然後之後 你在每次 就是 舉行說你們二年級的時候 開始要做進度報告 你們資料增加了 你只要按RUN 那你們進度報告的表格就出來了 你們就複製貼上 那你們就可以做進度報告了 這樣知道嗎 好這就是我們上課的這個 呃 就是 資料 總結的 資料處理的這個最後的結局這樣子 好那 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 那我們 迴圈我實在懶得等他跑完了 我故意把它停止好了 然後我把那個 我把它寫出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一筆資料 好我把它寫出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檢查結果好不好 他至少三分之一的資料 是已經是完整的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RUN GFR Slope等於處的 好你看 在這裡是不是這個 這個都是非常平穩的 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一筆不太平穩的 我們來看這一筆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這一筆是不是他上升的有點太快了 他上升有點太快了 所以上升的快 有沒有問題 因為他理論上只能下降 他上升的快有沒有問題 那合理的懷疑這兩天是住院的 這樣知道嗎 一樣還是有問題喔 好同樣這裡 這兩筆是不是就是下降的太快了 突然從5.1變到3.3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之內 下降了1.8 那六天的時間內又降了0.3 所以這裡他覺得有點問題 這樣知道吧 這個就是我們設計出來的 這裡也有連續好幾筆的處 下降的太快了 這樣可以吧 這邊有兩筆處 這樣就被我們抓出來了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資料處理的課程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啦 有沒有問題 應該不會有問題啦 因為你們練習三更根本就做不出來嘛 你們就回家看影片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喔 好